突围 中国云硬件如何冲破芯片封锁 现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越来越迅速 随着半导体产业链的不断兴起 芯片的封锁现在已经成为了 制约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重中之重 这对我国的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为了能够成功突破这一难关 我国这边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积极探索云硬件 这样可以通过分布式计算平台 把我国自有芯片的应用能力给不断的抬高 那么我国的云硬件究竟要怎样才能实现突破 说到这儿 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芯片现在的困境 在现在这个社会 芯片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 离开芯片是万万不行的 不仅如此 智能家居和无人驾驶 它也是需要使用芯片的 现在来看的话 芯片已经成为了数字技术最核心的部分 芯片的全球产值全部加起来的话 早就已经突破了6000亿美元 这个数字和其他企业来比的话 已经是相当可怕的了 只不过在制造和设计方面 我国现在国产芯片的实力和国外来比的话 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这也是因为许多国外企业 为了防止我国芯片的崛起 开始想方设法的制裁我们 在他们的技术掌控之下 导致我国芯片的实力发展非常的落后 除此之外 这些国家还对我们进行了技术方面的封锁 尤其是美国这边 那是相当的积极 美国十分清楚我国的实力有多强大 一旦让我国学习到芯片等技术的话 对他们的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中国云硬件有多厉害 现在的美国这边开始 扼杀了华为 中兴等中国企业在芯片领域的发展 看到美国这边出手了之后 其他国家这边也不会闲着 比如说印度和澳大利亚 他们就真的是美国的小老弟 看到美国这边对我们进行了制裁 他们也紧随其后 对我国芯片进行各方面的限制 也正是因为这些措施 导致我国的发展变得极其的落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国也没有放弃发展的希望 把目标放在了云硬件上 如果能够让云硬件实力有所上涨的话 对我国的发展来说也是相当有利的 因为云硬件它的优势很多 说起云硬件 那就还得提到云计算 在云计算这边兴起之后 我国芯片本土化发展和技术创新 也能够谋取到更多的机会 并且云计算的兴起 云计算的兴起 为芯片的本土化生产和技术创新 带来了新的机遇 我们先来说说它的优点有多少 如果云计算这一个技术 能够彻底成功的话 那么芯片生产方面的开销 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了 这样能够为我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 最重要的是 它还能够实现分布式的计算 许多台服务器能够同时工作 这样效率能够大大的提高 同时可靠性也会变得更高 云硬件是基于云计算技术构建的 分布式计算平台 它可以通过某一个特定的平台 对通讯计算方面的资源 进行各方面的整合 然后再将它们利用起来 这时候它的效率就能够变得更快 同时质量也能够得到保障 同时云硬件平台还可以提供数据安全 隐私保护和智能分析等服务 支持芯片的移动互联和物联网应用 中国云硬件发展如何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我国云硬件现在的发展状况如何 我国一直对芯片产业的发展极其的重视 为了能够加强本土芯片的生产 我国这边还做了许多的工作 颁布了许多的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云硬件自然也会得到国家的重点关注 国家这边也会给予它资金 对它进行大力的扶持 现在许多的企业都已经加入了这一个行列当中 比如中科曙光 华为 阿里云等企业都在云硬件领域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领先的技术 就拿神威太虎之光来说 这一个超级计算机是中科曙光发布出来的 它的出现也让全世界对我国刮目相看 现在来看的话 它也是全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美国在这一方面都比不过我们 除了这一个计算机 华为推出的升腾 芯片也已经成功应用于云计算服务器 智能终端等领域 阿里云也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迅速崛起 成为全球领先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之一 从这些方面也能够看出云硬件的发展潜力是相当巨大的 只不过想要实现成功的话 困难和挑战是非常多的 首先就是云硬件的安全问题 国家这边还要大力出手 才能够把它们解决掉 另外就是一定要做好数据引这方面的保护 不过总而言之来看的话 我国现在的云硬件发展还是相当迅速的 这样也能够成为我国的新路径 你觉得在未来我国这方面能够实现更多的突破吗